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大K说电影 越说越游吟 有这么一部电影 它继承了宁浩指导的疯狂的赛车中扣人心弦的氛围 延续了无人驱离 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 以及承接了黄渤导演处女作 一出好戏中人性的思考与探索 是的 您没有看错 这就是大K我今天要讲的 19年五一黄金档上映 由崔思维指导的犯罪剧情电影《雪豹》 同学们五一黄金档对刚的是什么级别的电影 来势汹汹的进口片《复仇者联盟4》 但是 崔思维的雪豹不具威胁 试图用中国英雄打败美国英雄最终票房雪崩 大K我虽深知 不能单纯的以评分或者票房来衡量一个电影的好坏 但是 作为一个豆瓣评分6.4的电影 被一个同期上映豆瓣2.8的下一任前任 秒杀了一亿的票房 这一定是出现了什么技术性的问题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哈 首先 雪豹这个名字 让人乍一听来以为是雪豹 豹子的豹 从而又以为是动物世界的衍生片 完全和灾难级的暴雪天际 惊心动魄的警匪大战扯不上干系 如果这个电影取名再大胆一些 用词再狠一些 或许会收获不一样的效果 比如 复仇者联盟之荒野猎人 再比如 黄金大奖案之三恶人 又或者史密斯夫妇之兵与豹 既然导演对风格化有着强烈的欲望 以及对大导演和精尖影片致敬的心 那就要在这里做得更加的彻底 在取名上要懂得蹭热度 蹭IP 这样才可以在商业层面立于不败之地 不过票房嘛 不能说明一切问题 只能说明发行方商业运作不利 排片布局不合理 而这部电影本身还是有可圈可减的地方 我们先说说本片的导演 崔思维 大家没人认识吧 没错 大K我也不太认识 可是刚才提到的三部电影全部出自他手 只不过是以编剧的身份 这可能也是幕后工作者的悲哀吧 一部成功的电影能带火几个演员 一部很成功的电影能带火一把导演 而三部很很很成功的电影 却没有带火一个编剧 这可能也是催编便催倒的原因吧 好了 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阅读影片 这部电影演员不多 但是个个都是大牌 同时人人都是主角 一部警匪大战必然是郑义芳和反派 外加一个脚屎棍子的配置 那么这部影片的警察 就是由张震饰演的王康浩 康浩人如其名 平康正直 浩然正气 当然也是个憎恶分明 有仇必报的主 正所谓好马配好安 好汉配疑人 那么搭配康浩的则是由妮妮饰演的医生孙颜 以为支援邻区防卫的医生 放着大城市的优越生活不过 来罪里遭灾受罪 除了这两位之外 正义方还有两位炮灰 大概就是出场三分钟就领合办的那种角色 作为王康浩在警队的同事自然承担了替主角挨子弹的重任 匪沃的构成与分工则显得更加合理与公平 老大廖凡负责残忍彪悍 老二皇爵贪烂脚诈 老三张义松邪性乖账 而刘华饰演的度假村老板郭三承担了脚屎棍子的重任 那是一个义正义邪 唯利是都 于是乎这场暴风雪中的丛林大作战就在这三波人中展开 东北的一个边陲小镇冬季极寒大雪覆盖 一场黄金大劫案打破了小镇原有的瓶颈 老大一行三人打劫了一个金矿的运金车 并且借助大雪掩盖了所有的犯罪痕迹 并且在白雪矮矮的深山中握藏了金条 这边王康浩和同事韩晓松金山巡逻 遭遇了刚刚打劫完运金车的匪徒三人 由于通讯设备损坏 他们没有及时得知运金车被打劫的情况 韩晓松就稀里糊涂的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丝顾虑的上前问话 结果被老大犀利的眼神震慑 警察怂了 可是被放行的劫匪却没有打算放过警察 这个世道简直是倒行逆施 黄鼠狼给纪拜年 老大一枪解决了韩晓松 在车里修电台的康浩一脸蒙蔽 随机被乱枪打进了山沟里 可是主角是有光环的 被乱枪扫射摔下山坡的康浩没有死 中了一枪的韩晓松却成了劣势 战友的牺牲让王康浩一时无法接受 本来准备跟医生孙岩回大城市 他也执意留下抓住凶手 专案间一年过去 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案子没有更多的证据 几乎成了悬案 一场前所未有的雪豹 即将降临这个边陀小镇 孙岩接到调令 准备在雪豹来临之前离开这里 而康浩也接到消息说 度假村老板郭三 捡到了一个黄金结案里掉落的金条 他还准备在雪豹来临封山前去调查 而这边 隐隐了一年的盗匪三兄弟 也打算利用这次雪豹 再次深入雪山腹地 利用沟底的水稻 运输藏在山中的金块 至此 这警察 盗匪嚼屎棍三方 在雪豹封山前的丛林中 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击大战 康浩跟同事江洋哥来到郭三这里 狡猾的郭三死活不承认 自己又捡过金条 康浩也拿他没招 只能以偷猎盗猎的罪名 暂时扣押 盗匪这边 老二老三负责去把藏在山中的金条 挖出来老大负责接应 结果老三兴致大起 手起枪落 收获也即一支 但这一枪惊动了康浩一行人 暴雪将至 此刻进山 必死无疑 他们停下车准备去 告知他们迅速出山 结果江洋哥直接遭遇了 正在挖金子的老三 老三毫不犹豫 又一个手起枪落 直接打倒 本局至此 康浩总共进山 执行两次任务 每次战友都一命呜呼 坑队友的最高境界 大概就是如此吧 康浩这边发现了险情 赶忙上前 一枪栓子 干倒老三 等等 有人问为啥是枪栓子 直接开枪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因为枪也碾酒失修 子弹上不了糖了 我的妈呀 边陲小镇的警察 真的是不好当呀 前有队长机碾酒失修 牺牲了一位警员 后有枪杆子临阵失灵 又牺牲了一位警员 解决完老三 康浩带着受伤队友和老三 准备回警局 结果陆遇老二 老二砰的一枪 打到了穿着康浩衣服的老三 老三破口大马 结果老二灵光一动 又给了老三一枪 毕竟少个人头 少个分金子的人马 此后康浩又开始和老二单挑 结果老二人生地不熟 直接被捕猎的夹子捕到 活生生的成了猎物 老大开车准备去 接应老二老三 陆遇孙医生 不死心的孙岩 要在被调离前 再次劝说康浩跟他一起离开 策马奔腾 共享人事繁华 结果车又坏在了半路 被老大救下 送到了度假村 从孙岩口中 老大得知 警察进山执行任务 警觉到老大觉得危险来临 直接开车去找老二老三 遇到了康浩一星人 停在山崖上的警车 一脚油门 警车被推下了山崖 可惜的是 所在警车里的郭三 也借急逃跑 康浩没找到 遇到了在雪里 爬行的奄奄一息的老三 老三毕竟是老大的亲弟弟 赶快就起送到度假村 让待度假村里 等康浩的孙医生 给老三治伤 新系金砖的老大再次进山 结果发现金窝被人搬空了 原来刚才逃跑的郭三 一招乾坤大挪移 将藏带半山腰的金砖 彻底推到了山沟 处理完金子的郭三 逃过警察康浩的追捕 回到了度假村 藏了起来 此刻雪暴的前夕 已经来临 大风凛冽 气温骤降 老大金子没找到 发现GPS上有了老二的信号 只能去和老二会合 而此刻 老二正在被康浩压着准备出山 两拨人在一片炉尾丛中 相遇 老大眼疾手快 利用风声草丛和暴雪做掩护 击倒了康浩救出了老二 并带他们回到了度假村 此刻 本剧出现所有的人物 都集中到了这个四面落风 摇摇欲坠的小屋子里 本剧的高潮 也随着屋外的雪暴隆重登场 老大问康浩金子的下落 康浩说要问另外一个人 谁知老大理解成了心怀鬼态的老二 老二一脸无辜 说金子是郭三藏的 这时身受重伤的老三告诉老大 金子的确被挪了 郭三就藏在这个屋子里 说迟迟那时快 一番枪战瞬间开醒 老三被郭三击中 郭三被老大打死 康浩孙岩趁乱逃跑 老大老二形成对峙 确认过眼神后 老二又被老大打死 逃走的康浩孙岩缤纷两路 孙岩去村头报警 康浩和老大周旋 老大看着身中三强的老三 直到他命不久矣 于是帮他结束了痛苦 杀红了眼的老大 三下五除二打倒了康浩 正要结束康浩的小命 被报警归来的孙岩揽下 一番灵魂的拷问 让老大走了身 被康浩从身后 同此一场激烈的战斗 以正义方的完胜而收尾 这部影片虽然票房惨淡 但依旧是褒贬不一 我们来讲一下画面和叙事 这两个方面对应了 摄影与剪辑两大工种 当然这也是剧组里 除了导演编剧之外 另外两个核心的岗位了 先说摄影吧 不得不说 长白山的雪景 真的好美啊 让人神往 于是片中摄影师 拍摄了大量的空镜头 与定格画面 这些都展现了雪原的美景 与大自然的魄力 可是毕竟这是一部电影 而不是国家地理出品的纪录片 作为电影的画面质感 体现的远远不足 外行都听腻了的 摄影师用光的艺术 在本编中 似乎没有运用的淋漓尽致 特别是片尾春暖花开的外景拍摄 这是从哪个80年代的KTV里 截取的画面吗 好了 我再说说剪辑 雪豹的故事其实相当的简单 不过依旧有个好的框架 可以给每个角色 以充分的空间 去展示内心深处的对白 但是心理戏靠的不是直白的台词 而是节奏的变化 与画面的表意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这个片子画面 整体质感欠缺 那么只能从节奏上来 调取一下观众的小情绪 可遗憾的是 剪辑的节奏也不够紧凑 场景的转换 也没有起到层层递进 比如虽然医生 在医院对垂死的病人进行急救 让观众的观感紧张起来 肾上腺素悄然飘升 可是转场接了一个车戏 康浩和郭三在车里扯着嫌偏 让整个节奏一下子掉了下来 俗话说欲扬先逸 既然大K我说了这部电影 那还是要夸一夸的 首先就是各位大佬们的演技 各个在线 三个废徒三位演员演出了三种风格 但出场都给人背脊发凉的感觉 三位警察虽然有两位是酱油 但也都是有血有肉可圈可点 脚屎棍子郭三更是让刘华演出了 出尔反尔唯利是图的狡诈 绝爱人孙一生也是个敢爱敢恨 恪守底线 英勇威武的狠角色 有了演技的加持 加之导演的编剧功底 让许多场戏也极具亮点 比如开场对决 李光杰和廖凡两人从互相试探 轻松写意 到心照不宣 暗藏杀机 到最后爆发的雷霆万军 又转瞬即逝 让观众感觉新提到的嗓子呀 濒临窒息 再比如张震和廖凡 两人在卢尾丛里的对抗 即将到来的雪豹 带了呼啸的风声 夹杂子的雪莉 大风吹的眼睛都无法睁开 可是观众同警匪一样 依旧要睁大双眼寻找着对方 从而抢得先机 以朝置地 最后的度假村雪皮 三方遭遇 尔虞我诈 杀戮一触即发 封闭空间中的对峙和暴力 给观众带来了极度的紧张感 不得不说呀 这些片段的空间设置 与调度都非常的成功 可是这些单独的菜马 没有办法组成一整场滔铁盛宴 整体看下来 让人明显的没有解渴 没有吃饱 最后还要赞一下剧组与题材 据制片方介绍 这部电影在长白山取景 极端环境里实景拍摄 最低气温到了下人的零下42度 恶劣的环境换来的是 不同寻常的美景和视觉观感 这份剧组送上的诚意 是在影棚里那些抠绿幕的人 所无可企及的 而对于森林公安这个群体的描写 这部电影应该也是手吃螃蟹 总觉得东北雪原与林场 应该是一方净土 除了天灾 绝无人祸 可是殊不知 这是无数热血的官兵 用青春和生命争取来的 啥都不说了 向他们致敬 乡亲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我的讲解 请各位衣食父母点赞订阅 如果您有什么建议 请在下方留言 我是大K 我们下期再见